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之 江烈 于1948年11月 两人结为抗力 从而走上了一生相互陪伴的终穷之旅 全国解放前夕 特地急需地方干部 1949年8月 他随丈夫一起 随大军南下到达湖南湘音县 他的丈夫任湘音县委书记 地委委员 他是县委机关的一位普通干部 1950年初 他们有了第一个儿子 后来连得一子两女 他一边工作 一边照顾孩子 操持家务 即使在忙 也没有耽误过工作 他们一家在湖南一待就是二十余年 丈夫的工作出由县委而地委 由地委而省委 整天忙得团团转 他在高好本质工作之余 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1971年初 丈夫进京 他也随之来到北京 后来 丈夫的地位越来越高 直至成为最高领导人 他仍然普通得如平常一样 没有一丝张扬 进京后 他被调入对外贸易部 清工进出口总公司工作 历任干事 科长 机要历书 副主任 处长等职 1975年 出任中国清工业 进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 直到1980年离休 即使身批第一夫人的光环 他仍然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连后来的一些科员 及公务员的待遇都不如 从相关文章介绍看 在那个本应是风光无限的时期 他在大家眼里还是那个 热心肠的韩姑或韩姨 在丈夫逐渐淡出政坛后 他也依然是人们眼中的韩姨或韩姑 请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 韩志俊 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华国锋同志的夫人 有人说她是新中国最失败的第一夫人 至今也没人记住她的名字 我想要说的是 好人一生低调 好人一生平安 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好人一生平安